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百千万千难遭遇我今见面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全知梅特尔仁波切所造的《众观众养论诗》 《众观众养论诗》当中现在正在宣讲 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同时也宣讲了 身为愿解证物的法无和人物方面的分析 如果有人认为即使诸地的所段就是如此 但从对治的智慧角度而言神闻 愿觉 阿罗汉 到底有没有证物法无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前面我们也已经讲了按照我们的自众 应该从一地到七地之间是有烦恼障的居身部分 所知障也有居身部分 然后从一地菩萨开始的时候所有烦恼障和所知障的 边际部分全部已经断完了等等 我们已经宣说了这些方面 然后清净三地的时候唯一的所知障就是我们的所段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前面也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 好 现在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自众也是一地到十地之间 每一个地有不同的所段 有些地方有所知障 有些地有烦恼障等等 每一层的地不相同的这是我们从所段的角度来讲的 但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 因为对方承认三层的智慧是同意的 那么这样他认为如果所段方面有这样的差别 也是我们也可以认可的 但是在对智的智慧的角度而言 声闻 缘觉 阿罗汉到底真我没有发佛 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 主要是全知不同人不切在《顶戒暴动论》当中 所讲的内容在这里相当于以三文的方式来解释下来了 在《顶戒暴动论》当中是以颂词的方式来讲解的 所以这个方面没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对此提问全知无构光尊者 在《如意宝藏论》当中是这样说到的 全知无构光尊者《如意宝藏论》里面说的 然后堪布根范尔的《顶戒暴动论》里面都是用的 还有我们全知木仁波切在这里用的 词句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原来当时还没有翻译《无构光尊者》的《如意宝藏论》 但后来基本上我粗稿弄完了以后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只不过也许全知无构正在其他的书里面也有这个教证 他这里《如意宝藏论》应用的教证 我原来想可能是《如意宝》 但《如意宝》以外有没有别的地方 《如意宝》大概的内容是完全可以说相同的 但是也有一些词句上面的出入 关于声闻缘觉有没有证悟法无构的问题 尽管前代的主委阿舍利也是展开过辩论的 以前我们中观前代也可以说 引领前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辩论 有些论师认为声闻缘觉已经证悟了法无构 有些论师认为没有证悟法无构 比如说我们《兵戒宝藏论》前面也有讲了 藏地和印度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对声闻缘觉证悟没有法无构的问题上 也进行了一些分析 前代的清遍论师还有藏地的一些熔顿大师 他们认为声闻缘觉一定也是没有证悟法无 有这么一部分 还有后代的仁达瓦大师 纵喀巴大师等等 格鲁派的有些论师认为声闻缘觉 圆满的证悟法无也有这么一部分的观点 还有一部分的观点就认为 比如说像全知果仁巴和大昌鲁扎瓦等 萨迦牌的一些论师们认为 声闻缘觉自相续的云已经证悟了 除此之外的法还没有证悟等等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在《经济报道论》当中也讲了 我们自从声闻缘觉证悟法无 从一个角度来讲它也证悟了一点点的法无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证悟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没有完全证悟法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证悟 如果要证悟的话证悟的一点点 并没有完全的证悟 这就是全知无构往存在的善数 这是《经济报道论》当中也是大概这样讲的 刚才前面说关于声闻缘觉证悟没有发无的问题 前代的高僧大德们一直有辩论的 但是自从认为正向声闻部中 以前也出现过说无恶的两派在声闻缘当中 也是比如说《经济报道论》说无恶 然后《诎报道论》当中说无恶的 或者说我们《独自部》 声闻《独自部》里面说有恶 因为他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我已经存在的 那么《诗文十八部》里面的其他的宗派 不承认是有恶等等有恶和无恶方面 也实际上是我们的小乘中成了两种派败 一部分认为我是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我是存在的 一种派认为是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 有两种观点一样 虽然在众生的根机这些观点也是千差万别 然而但与获得阿罗汉果位者来说 为证悟云之我不可能得到自己的证果 作为阿罗汉他自己的我和我所运的执著 必须要证得空性 如果你连这一点也没有证到空性 所谓的缘起空性没有证悟没有证悟的话 那阿罗汉的果位是不可能获得的 不能证止步 可是正如很多经藏当中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无恶如同皆知为昆虫坐式一样 内部的空间反为微不足道并非圆满无恶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经藏当中 这个经藏莫方仁波切的出席 像读大师他在做某某某某极定戒报道的注释里面 也利用了一些教证 意思就是说佛经里面也说了 声闻言诀他所证悟的这些空性 就像戒指里面的空间一样非常的渺小 或者说是牦牛的足迹里面流下来的水一样 极为微不足道它的范围是极为小的 并没有圆满的证悟 这一点我们应该这样承认这就是五个光尊者 也是在有关的论典当中这样讲的 从此之后包括莫方仁波切 我们很多前一派的论师们都认为 所谓的声为远觉所证我的空性 也是这么一点点这样承认的 能说出如此的精妙觉论之三所的人 可以说是在整个藏地学域是前所未有的 像五个光尊者那样在整个藏地的历史上 自古以来都是没有出现过 他说的这种善说极为无比 也就是说非常难得的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相当大的辩论 但是虽然他们非常了不起地高尘大德 都没有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全中国光尊者说的是非常正确 在此对这些意义少加说明 那么下面莫方仁波切以他老人家的智慧来进行分析 以中观理论来彻底断定知识 法与菩提加罗人物 而在知识空气有一定的差别 但在空的方式上面没有任何差别 比如说我们以中观的理来进行推测 进行观察 进行断定 进行断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 发现什么样呢 所谓的法我和人物在空气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一个是我和我所对自己的执著 这就是任普利加罗的任务者 然后另一个就是对法的执著 除了我和我所以外的对法的一种执著 所以在空气的有法方面有一定的差别 一个是属于自己相续的一种执著 一个是属于他相续的一种执著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在空的方式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你不管是我的柱子空性也好 或者外面的柱子空性也好 这个应该说没有任何差别了 因为这个毕竟是有为法 有为法的你如果柱子空的话 外面的柱子也是空的 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里空气方面有差别 空的方式方面没有差别 所以依靠云者而加领的我的居身我之的担住尽 如果未能病除 那么淡淡地断除禅我 是不足以断除烦恼的 这一点是以理正成立 这个问题比较关键 我们以前学习入中论的时候也说了 我们现在要不管是声闻缘觉 还是我们大乘的圣者 他们要证悟任务的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证悟呢 必须要依靠云的执着 依靠云的执着 会出现一种加力的居身我之 居身我之的对境 就是《撒迦耶经》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执着云的一种 也是就是执着云 就是这个对境 这个对境必须要断除 当你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乌云结合一起来 然后加力成所谓的我的这样的执着 必须要断除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断除 那仅仅是外道所承认的 常有自在的我 圣者 圣我或者围尘等等 这样的这种常我即使已经断了 也是根本不能断除轮回的根本 这一点入中论当中也是依靠比喻来宣说 比如说我们本来害怕毒蛇的时候 别人说这里没有什么大象不用怕 那么你能不能遣除对毒蛇的害怕 根本不可能的你怕的并不是大象 怕的就是毒蛇 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和我所这样的执着 这样的加力的执着 如果你没有断除 我们相续当中不可能有外道所承认的 常有自在的我的话那就根本不对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执着过 所谓的我就是常有自在的东西 这是除了一个极少数的外道边际执着 所逼迫的有些人以外根本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作为阿罗汉必须要对云的执着 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通达 如果你这个没有通达那连阿罗汉的果位也是得不到的 这一点是我们通过理证可以成立的 我们也可以想到所谓的我的执着 无始以来的就是我们对无垠的聚合的一种执着 并不是说外道所承认的一个东西执着为我 这个从我们自己的限量当中也是没有 既然我们限量当中没有 那就是在必量当中或者实际当中 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意思 下面说 因此见到了法的部分古语的我为空性 也可以立为正我法无我的名言 我们正我 任我空性的时候 实际上它毕竟是一个法无我的一种部分 如果我们见到了法无我的部分的我 这个是空性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说声闻缘解正我法无我 就可以称上这个名言 就像犹如海水饮一口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饮我们海水 龙泉水喝一口的话 我们也说我喝了龙泉水 然后喝一口的话 已经可以说喝酒了 然后马上可以开除 一样的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 身闻缘解也有正我法无我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对人无证物的话 实际上人无我也是法无我的部分 如果是法无我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证物人无我也实际上是法无我的部分 因此在各大经典里面也说是身闻缘解有正无法无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以前学习中观的时候也经常提到 比如说中观如中论当中依靠七种教证和三种历程来进行宣说 身闻缘解有这个正无法无 然后喀鲁派的有些大师们比如说喀鲁吉亚他们在这个上面也加了很多的教证 大概有十三个教证吧也说是身闻缘解圆满的正无法无 然后我们尼玛派就认为身闻缘解有没有正无法无呢有正无法无 应该是不管是印度的高僧大德们还是在藏地的高僧大德们的教理当中也是可以出现的 所有的包括喀鲁派在内的大师们他利用的这些教证里面 并没有说你所谓的身闻缘解必须要所有的法无我全部正无了 这样的教证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像宗喀巴大师的有些论典当中也引用了七大教证 我们入中论学的时候大家都学习过 那么这七大教证都可以说是身闻缘解已经有正无法无 这一点是约成论师也是针对这样的 约成论师在解释《中观根本会论》第十八品的时候也说过 当时说清遍论师实际上是没有通达身闻缘解正无法无的道理 他当时也有一个语气说清遍论师 中观自虚派的论师们 实际上并没有懂得身闻缘解正无法无 所以他再三要求一直依靠各种教证来建立身闻缘解法无 但是约成论师并没有说是身闻缘解圆满的正无法无 那么跟佛陀没有任何差别的这种智慧已经得到了 这一点根本没有说 所以在藏传佛教当中尤其是格鲁派跟萨迦派 尼玛派 在这些问题上面辩论是相当大的 这个问题辩论相当大 所以为什么麦凤仁波切《定解宝宗论》也好 还有很多论典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原因也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他们很多论师们一直认为是身闻缘解 已经圆满的正无法无 而且也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教证这种教证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经典里面的教证还是论典里面的教证 因为刚才麦凤仁波切在这里说说的一样 我们喝了一口大海的水有没有喝过呢 我们说是喝过的 同样的道理神闻缘解他真无法无 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可以说的 但是任何不管是藏传佛教 印度大德门的这些教证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分析的话 根本找不到是圆满的证悟的一个词言 这一点是得不到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也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的确是按照密码法的观点来进行解释的时候 解释经典也是很方便解释论典也是很方便 如果你说一点没有证悟的话 这也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学习定解暴动论 你们很多人都可能现在已经学完了吧 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说是圆满的证悟的话 那也确实解释不下去 如果圆满的证悟的话 佛所证悟的和阿罗汉所证悟的一点也没有差别的话 没有必要最后入大乘 入大乘的话他们对方也是承认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需要值得分析 对于围惧空性的理解人无恶的身为缘觉来说 如果舍弃了空性 自国的解脱也是不可能获得的 他们如果舍弃了我们大乘所讲的空性 那自己的人无恶或者阿罗汉的果位也得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镜中宣说了三菩提是 依靠证悟空性而得到的道理 佛经当中《众般若》当中也说了 如果想获得神闻果位的话 要学习波罗波罗蜜多空性 然后如果想获得了圆觉的果位 也必须要学习波罗波罗蜜多 要想获得佛菩萨的果位 也要学习波罗波罗蜜多 在《般若八千诵》开头一直讲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获得三成的果位 圣者的果位 你必须要通达波罗的空性 这一点《相关众众论》的定例句当中 也是可以知道的 所谓的波罗弗魔 波罗弗魔一定是四大圣者 圣闻 圆觉 菩萨 佛陀 这四大圣者的能上之音 他们要产生的话 依靠这样的波罗波罗蜜多 才能产生的 所以《相关众论》有没有证悟空性 有没有证悟法我呢 我们应该说是有的 然而这些《相关众论》阿罗汉 并未圆满的证悟所指为我 这个没有证悟 就像虽然喝了一口海水 但整个大海的水 并没有全部进入佛内一样 所以诸经典当中也是以微量 而加以复顶词的方式来说是 未证悟法我 很多经典当中为什么说 声闻缘觉没有证悟法我呢 就是说他证悟得非常的渺小 非常的渺小的话 我们胆子比较小的人就说 这个人没有胆量实际上一点胆量没有也并不是 但是他的微弱加上伏顶词 身闻缘觉证悟空性特别的微弱 这样就说是没有证悟法我 比如说钱很少的人 我们说这个人一分钱都没有 其实他有一点钱 但是他很穷一点钱也没有 所以我们有时候微弱加伏顶词是正常现象的 诸经典当中说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那么圆满法无我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什么是圆满法无我 就是什么样才真正成为法无我呢 那这里已经说了我们大乘经典当中 也就是说真正的圆满正等佛陀 才能圆满地已经证悟了法无我的意思 所谓的法本来是涉及到四种意思 去哪细细亚难道的命运得到一地 所谓的法比如说所指 刀 还有涅槃 意识的对境等等 中共有十种含义 那么在这里所谓的法是指的是所知万法 即有识无识 有为法无为法等一切法 如果了知了这一切所知万法为空性 则圆满了法无 我们包括有为法和无为法 所谓的有识法和无识法等等 世界上所有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或者有情法和无情法的这些东西 全部已经证悟了法 这叫做法无我 法无我应该这样成为 所以在我们大乘经典当中 也讲到了二十种空性十六种空性 这是从圆满的法无我的角度来讲的 因为大乘的十六种空性当中 有十法空性也有 无十法空性也有 全部都已经包括在里面 如果你这些法全部有的变 无的变 证悟空性全部证悟空性的话 那圆满的证悟了法无 应该这样说 所以在《入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是光宣说十六种空性语 已经广泛地宣说了十六种空性 然后这个归纳是四种空性 弗虑所为是也许是大乘 他这里译字并不是说不但是小乘证人 大乘也承认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意义没有单独的意思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大乘的观点 大乘佛教当中宣说为十六大空性 但我们小乘当中并没有这么说 小乘里面证悟空性的范围很小的 因此大乘当中真正的十六大空性全部证悟 我们说这个人已经圆满的证悟了法佛 十六种空性全部证悟才算是 如果你破一个边比如说我的云根本不可能存在 我们破有个边的话 那么这个算不算是圆满的证悟呢 肯定没有 不算了 还有五的边没有空 所以只有大乘才能有圆满的证悟空性 小乘所承认的空性是一个相似的空性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大乘知道 刚才他现在说什么叫做圆满的法物 就是我们大乘经典和论典里面所讲的这些空性 才叫做圆满的空性了 如果有人认为神闻缘觉 倘若已了知一法空性 那为何不通达万法空性呢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既然神闻缘觉他自相续的 或者你我和我所说的语言全部已经证悟空性 那这样一个法证悟空性的话 所有的法应该证悟空性 当时圣天论师在四百论当中也说了 一个法空性的话那么所有的法也要证悟空性的 然后约成论师在其他的 包括《中论》还有《六十正理论》的诸书里面 都说是一个法证悟的话 所有的法的本体也会证悟空性的 那这样神闻缘觉 自相续的人无空性的话 法我为什么破空性 依此类推的话应该证悟空性吧 他对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如果从道理上这样推出来 都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你不要太一个人背了一个论典 你能不能背所有的论典啊 你背了一个入菩萨心论 还要背其他的论典的话那多好 他说这种想法是未免有些有质 实际上虽然万法的自性本来住于空性当中 但如果了知一法空性则不一定能见到万法皆为空性 为什么呢 由于神闻缘觉只是担着一个人物而不希求法物 他这里说如果一个法证悟空性 所有的法也不一定证悟空性 所有的人不一定这样的 因为根基都有不同的 比如说神闻缘觉他只担着一个人物 他想说人物一定要通达 人物如果没有通达的话 在三界轮回当中我没办法处理的 没办法获得阿罗汉果位 自己应该想获得一种寂灭的果位 既然要获得寂灭的果位的话 断除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缘 所以他希求的什么呢 就是自己欺灭的一个阿罗汉果位的解脱 并不是想万法获得证悟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 像呼呼菩萨那样的愿力根本没有的 所以他根本不希求法无望 而且内外的善知识的因缘也不具足 还有行为回向之缘不具备 知识 证悟患难 这个神闻缘觉就是为在大乘善知识 就是给他讲 你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要化菩提心 这样的善知识在神闻缘觉当中 就像《金光状伦》里面讲的一样 诸位的全部都是小乘根基的 不要说是上师 道友也是全部人 像转生到一些泰国 转生到别的一些小乘国家上师也是小乘的 道友也是小乘的传承也是小乘的 每一个人就是要我自己想获得解脱 我自己也想获得解脱 阿玛尼巴美佛 阿玛尼巴美佛 所有的修行人当中真的为了 度化众生而想解脱的人几乎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还是南传佛教 从他的发心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人是不是希求自己的利益 如果希求自己的利益 他虽然加上了一种大乘佛教的领号 实际上处于一种小乘的佛教当中 很多人都不愿意听那个小乘 但你不愿意 实际上你的思想就是小乘思想 所以他这里外在的因缘也不具足 善知识不具足 然后内在的智慧和方便 内在证悟法无我的智慧还有大悲心等等 就是内在的善知识这叫做内在的善知识 我们《显广传论》第一品当中讲嘉行道的时候 也专门讲了善闻缘觉无有内外的善知识 大乘菩萨具有内外的善知识方面的差别 然后善闻缘觉从他的行为 行持六波罗弥多的行为也是没有的 然后回向和愿力 度化无量众生的回向和愿力 像《普贤行愿品》那样的回向也没有的 这些都不具足的话 虽然一个法的本体是一切法的本体 但是作为善闻缘觉来讲 他依靠这些外缘自己也不能迷误 所以他的证悟还是相当缓慢的 就像受持大乘之教理者也是根据智力的不同 而有圆满觉者和未圆满觉者发无我的差别 以及修行过程当中也有 能如理如实修行利益切邪论 还有不能如理如实修行利益切邪论的差距一样 不要说我们小乘当中大乘佛教里面 也是每一个众生的根基 智慧 他的心的力量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像中观自虚派说话的有些众生 他暂时抉择一个胆功 然后逐渐逐渐地抉择一切邪论 不能圆满地抉择法无我的 然后中观音诚派的说话众生 他直接能抉择一切万法无有自信的法无我 这也是可以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也是我们大乘里面像威士宗 他就不能圆满如理如实地修持不悦的教义 而大乘中观音诚派他就圆满地修持 《顶解宝藏论》后面的几篇当中也讲了 包括大乘密宗当中的师部 心部 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每一个修行人智慧的力量是不同的 有些对贪嗔痴根本不能面对 只有依靠一个其他的对治方法 有些认识他的本性直接抓住他 就像《荣生伴之大》在《入大乘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所以众生的根机不同的方法也不同的 这样一来虽然是一个对境 但是每一个众生所修的境界完全是不相同的 对于大乘来讲也有这样的差别 而境中所说的何者若见异法者正如则见一切细节如是 佛经当中已经讲了如果任何一个人见了异法 实际上所见异法的本性一切万法的本性 这样说过但实际上它的密意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能够见到一切法 同样安住于真实等心自信中的菩提加路而言的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佛经当中所说的这个密意 实际上是有一位特别利根的人 特别利根的话他能够见到 凡是安住于一切本性众动一切万法的本性 一见到的话是能照见一切万法的 像这样非常利根的具有智慧的菩提加路而言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众生见到一法空性 全部是空性不是这个意思的 这是我们原来讲中观四百论的时候 也是这个问题已经解释过 所以麦彭仁波切在这个问题上面 应该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尖锐 很多人就解释不来 因为宗观里面的确是说了 一个法的本体是其他法的本体 那这样我们诸子要置为是空性的话 以诸子为列铁所有的万法结为空性 但这也是对部分的众生而言的 如果特别利根的话我今天照见一个法 就像我们禅宗里面的有些他的碗打烂了 打烂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破了 马上已经明心见心了 直至人心 明心见心已经成就了恍然大悟 有些禅师看看虚空虚空无有任何阻碍 这个时候当下已经开悟了 当下开悟的时候一切万法都已经在他的眼下 都是无有阻碍的这样一种境界 但这是对个别人来这样讲的 但所有的人是不是这样呢 所有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个禅师依靠碗打烂了 其他的禅师也是首先把那个碗打破 会不会能开悟也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有一定的差别 此外还有菩提甲罗如果了知以法为空性 而需要理解通达万法 依靠证悟那外境未成为空性的智慧 也需要将诸法矩则为空性 这是什么 文伦伯奇全部在《定戒报道论》当中 有这个推理的 如果一法了知为空性 一切万法必须要证悟空性 但我们说像右部宗 近部宗 他外面就认为有最细微的未成差了存在 按照魏师供的观点 用他的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未成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他就完全懂 那么以他的智慧来推理 他自己的明性 十有的意识存在 翻过来从他的推理翻到自己明性的形式上面 实际上完全能通达的 但是也没办法暂时他们的根机不同 只有暂时建立不同的宗派就愿意在这里 如果以这个智慧来反观自己 对魏师供来讲反观自己也实际上应该是证悟的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说 说暂时建立魏师供的宗派 暂时建立右部宗和近部宗的宗派 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如此一来 宗观所有的光泛理证都成了 无有意义了 如果一个推理能代表所有的推理 那我们宗观当中也是利益多盈 金刚邪义等等 很多这样的尖锐的推理有没有必要呢 没有什么必要 为什么呢 你只要是对小乘的微乘观察的一个推理 或者是对魏师供的心事实有的观察 他的一种推理 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的推理就已经可以了 因为一个推理可以让万法缺德的缘故 只要是比如说我用魏师供来观察外面的 就是有六种微乘的观察方法来 决则为外境不存在 最细微的微乘不存在 那么只有一个推理的话 可以所有的万法决则为空性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虽然有魏师供的一些推理方法 宗观秩序派的一些推理方法 但最后也不能满足众生的要求 所以还要在宗观音程派里面 有不共的因 共同的因等等 所宣说的原因也在这里 九年祈求法无我并内外善知识 所受持的诸位大乘菩萨 尚且在一个二生气劫当中 没有能显见法无我 作为内里外外的外缘 比如说大乘善知识也是有 里面的智慧方面也全部存在的 这样的大乘圣者 实际上是在加行道和资粮道 需要一个二生气劫 一个二生气劫得到以后 才能证悟法无我的空性 那么与之家家相反的身为缘觉就更不用说了 那身为缘觉的话 他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外缘善知识也没有内缘善知识也没有 他的行为回向当那么薄弱 自私自力是那么强 那短短的一个善知当中能不能真正圆满证悟法无 这个有一定的困难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就这个意思 如果始终要定见到一个法为空性 那么必定见到一切万法空性的话 结果身为缘觉为始终观四种宗派 都统统变成了唯一的宗观派了 宁敬悟法全部都变成宗观音程派了 因为他只见到一个法全部都证悟空性 那么生人缘觉的话 见一法的空性他们也是有的 这样所有的四种宗派全部都变成了宗观音程派 倘若过正所持那该是已经多么容易的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学习大乘佛法了 只要学一点小乘或者学一个推理就可以了 特别简单了我们只是对一个法上面 学一个简单的推理然后这个推理动了以后 知道空性的时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了 那就多么容易的事情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然而身为缘觉阿罗汉有朝一日 一定要需要证悟人无法无我的空性 在一万劫的末迹他在入定 获得阿罗汉果位以后入定 入定以后依靠佛陀的威力 劝请他从灭尽地当中起定 然后开始步入大乘 首先是从声闻缘觉他在入定当中出定 出定以后他就转生到清净刹土 转生到清净刹土以后 佛陀的心间发光然后让他入于大乘 有些经典论典当中是这样讲的 他正在入定的时候佛陀发光 一出定以后马上直接入于大乘 并没有这么说先转生到清净刹土 然后诸佛菩萨加持以后再开始入大乘地 也有这种说法 所谓的法无恶也是指的是证悟 所有一切法为无恶 他这里的法无恶实际上就是 一切万法通达为无恶就叫做法无恶 而这证悟其中的任何一则 并非圆满了法无恶 对自己云的部分是证悟或者无恶的粗大部分是证悟 它算不算代表所有的法无全部证悟了呢 并没有这样 并不能算的 由此可见只有证悟有始无始真是非真是 凡是可以作为心的对境的所有的法 均无有自信以后圆满十六空性的有境 远离一切执着圣者如定根本会的 那一对境才算是真正的法无 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做真正的法无呢 所谓的真正法无就是我们通达了所有的有始法 所有的无始法 所有的真实的东西 不真实的东西 凡是我们心对境的所有的万法 抉择为空性 这个空性的分类当然是根据众生有境的角度来讲的 它对境上面是没有什么十六个 十八个 二十个等等 没有什么分的这是《现观传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法界空性没有什么分的 这是从能一方面分的 所以空性是没有什么分的 这个十六个空性的有境 有境指的是我们的智慧 这种智慧远离一切执着 这种圣者如定根本会定的对境 他的对境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获得了第一地菩萨 第一地菩萨也可以说 众的来讲是圆满的法无我 众的方面来讲 已经圆满了真无法无我了 那么如果我获得了圣者佛地的果位 这个时候我所有的有境远离一切邪论了 所有万法的本体已经正无空性了 这个叫做真正的法无我了 从它的有境的对境 有境的对境大家应该知道 比如说我是获得佛果 我是获得佛果的话 在我面前所了达的一切万法叫做法无 那么这个已经圆满地法无我了 这种境界跟声闻的境界相比较起来的话 声闻根本没有这样的 声闻只不过是他对自己的语运 自己的乌云 我和我所的范围 全部已经没有任何执着了 其他的执着有没有呢 肯定是有的 所以佛和声闻之间 不管是从所短方面 所正方面有天良之辈 应该要了解 此法无我是超离有识无识的空性 离习当性 那么这里的法无我应该是超离了有识法 超离了无为法当无识法 远离解析论的当性 这叫做真正的法无我 而并不是指折破了真实的有识法 比如说瓶子的有识法 瓶子的石油的东西存在 折破了它的有识法 无法超离以非真实的无识法本身作为性的对境 然后没办法超离非真实法的无识法 也就是说瓶子的胆孔 或者瓶子的无识法 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性的对境 成为复顶性的 折破性的分别念对境的胆孔 这个并不是这里所谓的法无我对境 这里的法无我对境 就是我们圣者的根本会定 远离一切细论的对境 远离一切细论平等的无为的法 这就是法无我对境 现在有些藏传佛教里面 有些论师他所认为的 瓶子并不是石油的东西 瓶子上面是没有石油的 柱子上面没有石油的 然后把无识法的东西一直 但念念念在自己的心当中 然后把有识法的东西劈开了 这么一部胆孔并不是在这里所谓的圆满法无 所以在麦彭仁波切这里直接都是没有说 但是间接地也给对方说了 有些所谓的法无我只存留在一个胆孔方面 那肯定不是真正的法无了 他今天讲到这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